快看 这是什么 我去 这是什么 长得真丑 像是一个魔鬼 看它的四周有四个黑方块 还有弹簧连接 看 还有弹力呢 我怎么感觉四周的这些黑方块 可以做成一个小箱子呢 把这一块再合上 它真的可以做成一个小箱子 并且箱子上面还画着 茧子 包袱 锤 再来看看这一个 哎呀 不对呀 这个怎么没有脸 把这个再打开看看 看吧 它就有脸 那么它的脸哪里去了 你们看这里有一个剪刀的图案 这个位置应该可以掰 掰一下看看 哇塞 换虫的包袱了 再掰一下 换虫锤子了 那么也就是说 它的脸应该可以拿下来 果然 拿下来之后 这里也有图案 也是可以变的 那么它到底是个什么脸 在这附近找一找 看看能不能找到 树叶下面也没有 再发现看这些石头 石头下面也没有 那么这一块石头下面呢 哇塞 这是个啥 好像是蜘蛛侠呀 试一试 能不能给它装上 这还真的是它的脸 那么把它也变成一个小盒子吧 我现在有了两个小盒子 并且我发现 把它俩靠近 它俩还可以吸附在一起 放这里 让它俩撞一下试试 看看会有什么反应 哇塞 蓝色的 就算能包住黑色的 那为什么不是黑色的 包住蓝色的呢 再状态一下试试 又是蓝色的包住了黑色的 哦 我可能是知道了 因为蓝色的这里 是剪刀的图案 而黑色的这里 是包袱的图案 应该是谁赢了 就能包住谁 那么这个蓝色的 也调成包袱的图案 现在再来看看它俩 谁能包住谁 哈哈 果然 换成一样的图案 它俩谁也包不住谁了 刚才是蓝色的 包住了黑色的 现在把黑色的 挑成剪刀 现在再来试试 蓝色的 能不能被黑色的给包住 哈哈 怎么样 果然被我猜对了 谁输了 就会被对方包住 这也太神奇了吧 哈哈哈